最近高云祥案件可以说是受到了网友们的密切关注 不过案件从开始到现在进展都比较缓慢 一直以来高云祥的妻子董璇也是忙前忙后 终于近日高云祥成功保释 不过同样作为被告者的王晶 申请的保释却被拒绝了 并且在当庭审判中公布了案发当天的发生在酒店浴室的36分钟互动细节 这不近期事件又有了新的发展 事件中的女主提出了5000万的和解要求 很多网友表示 翻盘了 近日董璇花费高额保释金终于把高云祥给保释了出来 也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了 为了高云祥 董璇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带着自己的女儿 在澳洲直接租了一套别墅 并且在之前高云祥的审判现场 董璇带着女儿到了现场也被爆了出来 如今高云祥被保释出来 但是只能在当地警方规定的区域活动 并且随时听后传话 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高云祥的罪名成立 面对惩罚很有可能是永远在监狱待着 这样对于董璇 对于他的家庭带来的伤害可以说是无法弥补的 不过最近有知情人士透露 说是被害者的有意向和解 提出来的要求是1000万澳元的赔偿金 高云祥案件在被大家所知之后 在澳洲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刚开始很多人认为是女受害者出轨 并不是高云祥和王晶导致的结果 因此女受害者的精神上也是受到了很大的侵害 而女受害者为了平息这件事 一开始就想要通过赔偿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之所以会被大家这样认为 主要还是因为高云祥方面提供的王晶和女受害者互动的视频 而在视频中 女受害者一直处于主动的地位 自从这个视频被传出来之后 网友们对女受害者的评论也是不堪入目 不过后来这一视频证据却被推翻了 经过核实 除了那一部分 其他王晶和受害者其他区域被拍到都显示女受害者是拒绝的 再到后来 关于女受害者在酒店和王晶 高云祥的互动细节也被爆出 明显的整个事件的方向又出现了转积 也正因为如此 彼此